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众人文言结绝有理 但又不便替蓝旺基做主 只好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是好 便听到蓝旺基说道 私追 乾坤袋 蓝私追忙应了声势 就将挂着腰间的乾坤袋取了下来 打开袋口放在了蓝旺基面前 蓝旺基一手搂好了魏无羡 一手在乾坤袋里倒腾了一会儿 取出一个小香炉放在地上 并蓝私追点燃了香炉里的香 而后说道 我现在入魏英的梦 私追 锦衣 护发 香炉入梦是望线二人的秘心 旁人并不知情 只不过众人对两人法术之高深深信不疑 也就不多过问 包括江城在内 大家只是静静地凑上前来 背对着二人 围成一圈 将二人护在了圈中 蓝旺基抬眼看了看 碎低下头去 看了一眼怀中仰着小脸 睡得震撼的魏无羡 合上了双眼 但再一次睁开眼睛 蓝旺基发现自己居然又遇在避陈之上 凌空飞斥在蓝天之下 这可是三岁魏英的梦境 莫非他和我的梦境一样 也梦到我们二人都在遇见 蓝旺基想着 便催快了避陈 往前挤驰而去 飞行了不过几个呼吸 蓝旺基就看到前方空中一大片乌泱泱 密密麻麻的不明物体在缓缓一动 伴随着震耳欲聋 掀翻天际的仙硝槽杂声 蓝旺基不明就里 眼见着就要撞上去 便请客间往上拔高树杖 凌驾于不明物体之上 再低头一看 先帝一压他 牛羊猪 猫狗鱼 马鸟兔 狮虎 豹 豹 豹 只要是魏无羡见过或是听说过的 几乎是应有尽有 原本有翅膀的自然在拼命的扑腾 而原本没有翅膀的 都长上了各色各样的翅膀 以至于所有动物鸡在镇之高飞 应不仅自己喜欢飞翔 还希望所有大大小小的动物伙伴也能和他一样 无拘无束翱翔在天空之中 蓝旺基这样想着 便觉得这确实是如假包换的魏无羡 不论他如何骄 魏无羡疏术朗开阔的性情始终不会变 这样的梦境真好 蓝旺基倍感欣慰 不自觉地仰起了眉头 瞧起了嘴角 随后抬头举目往前望 寻找魏无羡梦梦境中的魏无羡和他自己 对 蓝旺基非常确定魏无羡的梦境中 一定会有他蓝旺基 即便此时的魏无羡只有三岁 他蓝旺基也必定会出现在他梦中 果不其然 蓝旺基往前飞了 不过蓝旺基就看到身形高大的自己 站在动物群的最前面 而旁边遇着小弹目剑的小不点 不就正是魏无羡 竟然也是这把他最近玩得最多的小弹目剑 真是心有灵犀 不谋而合啊 蓝旺基想到 嘴角不禁瞧得一家厉害 蓝旺基立刻飞到了魏无羡的左边 和另一个自己一左一右守护着 正专心致治遇着小弹目剑的小不点 蓝旺基侧手垂眼看着神情专注的魏无羡有些出神 满脑子飞过一行行打字 魏莹真是太可爱了 魏莹好可爱 魏莹怎么这么可爱 蓝旋 蓝旺基还在物质愣神中 魏无羡突然开了口 两个蓝旺基同时一震 就同时回应道 魏莹 我在 魏无羡扭头看向了左边 对着他梦境中的蓝旺基说 魏莹要把猫猫狗狗压压吐吐分开 蓝战帮魏莹 蓝旺基愣了愣 问道 魏莹可是想让动物们各自聚集 魏无羡应道 对 蓝旺基道 为何 魏无羡道 大动物打小动物 还要咬小动物 小动物害怕 逃鸣乱飞 还哇哇叫 蓝旺基立刻明白了 魏无羡的意思是 这么多动物混杂在一起 必定会弱肉强食 还是猫走猫路 狗行狗到的好 于是他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说道 好 那魏莹 你打算如何做 魏无羡道 魏莹指挥 蓝战帮魏莹 说罢便陡然一个急转掉头 面对着身后的动物群 高高举起了两个短胳膊 左手往左 右手往右 乃兮兮 脆声声大叫道 猫猫对 狗狗对 好生神奇的是 那些长着小翅膀的猫狗 好似听懂了一般 迅速从动物群里飞了出来 猫跟随着魏无羡的左手 排成了一条长龙 狗则飞向了右边 一只接着一只 很快就形成了秩序井然的狗队伍 魏无羡杀有介事的点点头 叫道 猫猫乖 狗狗乖 接鸡鸭鸭鸽这边来 说罢又是一举手 成琴的鸡鸭鸭便飞了过去 组成了嘉琴队 蓝望鸡满眼含笑地看着 严肃认真的小小魏无羡 也有样斜样地当起了召集人 挥一挥右手 组建了狮狐猛兽队 再挥一挥左手 各种飞鸟便排成了长队 不多时 眼空中便如同拉上了数十根粗粗长长 动物串成的绳索 互为平行 互不干涉 缓慢地往前移动